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帝王都梦想着能长生不老 于是追求长生不老之灵丹庙 结果日与愿违 反而折扣了寿命 据悉 中国古代共有四百多个皇帝 但平均寿命却低于四十岁 而清朝的乾隆皇帝却相反 他二十五岁当机 执政达六十年之久 还当太上皇三年多 共活了八十九岁 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关于乾隆的寿命 在民间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据说乾隆年间 有一个算命先生教管天报 他只因写了一本《宋阳大清和大清皇帝》的奇书《大清天定运术》 结果 却被乾隆皇帝送上了断头台 这是为什么呢 智天报是直立高一线人 他原本是个混混 过着片吃片喝 有少耗权的生活 后来改当了赤脚医生 在齐州开设药铺为生 还收了一个叫张九霄徒弟 因为没有挣到什么钱 只能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再后来 智天报遇到了一位算命先生 从他手中借了几本书带回家中仔细研读了一段时间后 甩绝的脉要没有前途 于是 很快改了一个行业 靠占卜 项链为生 俗称算命先生 他摆摊为别人算命 谷舟乱凑 居然让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响了 再后来 他决定险中求富贵 编造了一本大清天定运术 在天书中 智天报用八卦去编造年号 在每一个卦象之后 编辑三项年号 用来应对三十三天之处 然后推算出清朝是寿天之命运 国运要比周朝八百年还要长久 除了推算国运之后 智天报还推算了乾隆的寿命 认为乾隆能够活到八十岁 同时 智天报还让自己的徒弟张九霄前去宫廷献书 并没其名曰 神仙之物 张九霄也不如使命 成功地献了书 智天报于是 自信满满地期待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赏和恩赐 梦想着一朝升官发财 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其实 这本书虽然是瞎编 但智天报还是费了不少脑筋的 要知道历朝历代 蜀州朝的时间最长 从西州建立到春秋战国 一共有七百九十一年 他说 大清命运可达八百年 自然是创历史之罪了 是抬举和恭维之词了 同时 历朝历代的皇帝 大都是短命皇帝 长寿的真是很稀奇的 寿命超过八十岁的皇帝 也就武则天 忽必烈等屈指可属几位皇帝 而乾隆之前 清朝的几位皇帝数六十多岁的康熙活得最久 因此 预测乾隆能活到八十岁 也算是高拍乾隆的马屁了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天报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那就是把数字说得太具体 太实诚了 犯了乱说生死的大忌 皇帝的心思不是普通百姓那样现实 他们因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会产生意想天开的想法 他们自然是希望所在的朝代能万代传承 自己能万寿如将 长生不老 至天报预测的江山八百年 皇帝受命八十岁 显然 乾隆皇帝不认可 要知道 至天报献天书时 乾隆已尽七旬之人了 揭书上所说 他顶多再活十年就到寿县 这不是赤裸裸的诅咒啊 因此 原本就生性多疑的乾隆 马上派人去调查至天报来龙去脉 结果很快把至天报不可告人的政治背景给挖出来了 接下来的事很简单了 通过严审 至天报和张九霄很快就招供了 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方法 获得荣华富贵 乾隆听说后勃然大怒 战了 罪名是四个字 妖言惑众 当然 历史和事实也证明 这天报的确是瞎编烂道的神语 根本是不靠谱的 因此 他的自寻死路 也只是给后人徒增笑料罢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